第七十八章 靈堂 用自己的女儿来罪恋杀戏 以此来供奉方大善人 获取更大的财富 从逻辑上来说 是讲得通的 但是 整栋小楼的第二层 出现了一间新房 还有一个百年女尸 这一切 就不单止 是以人命来获取财富 这么简单 张培锦见过周实堂眉 就问 师弟 你是怎么认为的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 反而问 是你意思而已 你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在二楼 见到一个披着红头巾 身着红嫁衣的无心新娘 张培锦他 他省大眼 有点诧异地说 什么 无心新娘 从他的反应来看 他并没有见到那个新娘子 我又问他 那你是走哪一边楼梯上来的 我走的是左边 张培锦就说 我走右边 我是按照蓝左类右的规则 走的左手边楼梯上来 张培锦就走右边 这样的说话 两个人上楼的顺序并不一样 怪不得他见不到那条女尸了 那你在二楼见到什么 张培锦说 我上到了二楼之后 就见到一个灵堂 上面 还摆着四个灵位 其中那三块 上面写着你的名字 还有你爸爸妈妈的名字 什么 你说是孟安 孟青山 和董秀兰吗 没错 根据我的判断 你的灵位 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 才加上去的 除了你们一家三口之外 在你的灵位旁边 还有一块 而我看上边所写的文字 应该 都有这么一段时间的了 听到这里 我心想 难道二楼的另外一边 是供奉着我整家人的灵堂 而剩下的那块灵位 会是他吗 那最后那块 是不是写着国元玉这个名字 张培锦就拎拎头 在他随身的挎包里面 拿出了一块黑色的神主牌 他说 你的那块 还有叔叔阿姨那两块 都被我踩碎了 和生人纳碑 多不努力才行 但是这块 我就带了过来 你看看 当我看到灵位上边的名字 的时候 我就说 这个女人已经死了 还写了百年这么久 因为 灵位上边写着的 是 万安自妻 方素素之灵位 不是国元玉 而是方素素 也就是 我第二位 莫名其妙地 就多了一个 从来没见过的妻子 我心中的瞬间 涌燕赛 在无数那么多疑惑 看来 二楼左边楼梯上来的 是装修精子的新房 右边楼梯 上去的 就是灵堂 一边是生 一边是死 师弟 这个 就是你看到的那个 无心新娘 张培锦 他很聪明 由我的说话当中 就经意推测到这一点 我刚入头 忽然 想起了一件事 嗯 不过今次 我就没有拜堂成亲了 我没有见过这个方素素的红头巾 从意识上面来说 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夫妻 我和郭元玉之间的关系 是先有那块 孟安之妻郭元玉帽的石碑 然后我们两个施拜堂 再到后面 真正的郭元玉出现了 而且 还伸中畅脑伤私之毒 会不受控制 这样去挂住我 但今次 同方素素之间 始终 是没有完成到最后的仪式 张培锦就说 看来这趟水 都很深 我认可他这一点 这趟水 不单之很深 而且 还很熟 对了 意思者 这栋小楼 有次墓碑 有次利剑 绝对不单单 是用沙契 来追财这么简单 可能 不单止针对大师姐方满情 连我们满事一门 都针对了 张培锦就咬牙切齿地说 真是可好 放千串这条老残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我就说 那我们立刻去找放千串 不过在走之前 你再看下三楼的布置 看看看不看得出 是哪位茅山派的高人 弄出来的 张培锦 他只是环视了眼 就大叫了一声 说 糟了 本集经意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鞍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 第七十九章 人间亲情 张培锦这么一捱 搞到连我都紧张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藏龙山下 对风水圆门的了解 多数都是靠爷爷 而异师姐 就经常在圆门走动 去见多色广 对盗门中的人士 也都非常了解 怎样啊异师姐 你是不是识得这个阵法 张培锦 他眉头紧锁 这一个 叫做八稀化杀阵 在四围 都还有古虫围流的气息 整个盗门之中 只有一个人 可以做得到的 从张培锦的神情来看 我能够感应得出 这个一定是有手段的人 张培锦 他慢慢额头的汗话 这个人叫做茅稀道 是茅山派 一个很有实力的道士 他这个人 很狡猾的 更加是空残成性 是个有仇必报的人 后来 他在茅山派 转言仰师 仰灵等等的秘术 于是就被人逐出门墙 后来他又去了苗疆 无奈之后 就传出他古术大省 你呀 今次破得他的阵法 他日后知道了 实会来找你晦气的 识仰师 又识古术 而且 空残成性 有仇必报 不怪得 张培锦 会这么紧张 哦 原来他的背后 已经没有了门派 那就没什么好惊 张培锦 就很紧张地 盲失我说 是就是这么说 但是他 始终是茅山掌教 最喜欢的弟子 我听闻 只要他 立得到一件功德 茅山派就有意 逼他重归山门 这样一说 我就倒是有点紧张了 因为这个功德 很可能就是我 而且就算不是杀我 他都很可能 会去杀董凤莲 我想了一阵 就说 他帮方千村 搞了这些害人的振发 他不来找我 我还要去找他 也没什么好害怕 张培锦听我这样一说 面上边担忧的神色 就更加重了 我知道 二施者 他是不想我殊敌太多 张培锦 故作轻松地说 嗯 其实茅稀道 现在在哪里 我们都不知道 又何必想他这么多呢 走了 我们去二楼间新房 去看看 我闻闻头 同意师者 离开了三楼 从我上来的楼梯 就下了去 张培锦 只是走了几步 立刻就停下问我 师弟 你有没有感觉到 有点东西 跟着我们 啊 我知道 他还想在背后 来偷襲我 之前他一直不肯 抱头 我还担心 他会不会去了找你 什么 他想偷襲你 张培锦 一听 火都来 直下 制出了十几张符绿 他现在这个样子 十足十个一些 要保护鸡仔的鸡奶一样 当我破解了 八稀化石的阵法之后 我们体内的纯阳道力 都能够自由运转 这个时候 就能够看得出 张培锦身上的 那一道旁博的道力 在他的眼中 我一直都只是 他的小跟班 一个受他保护的小朋友 他就好像亲家姐一样 这么关心我 我笑着和他说 二师姐 不用这么生气 我之前一个人 他都找不到我好处 现在你站在这里 他更加就不敢出来 张培锦 就在整条走廊的两边 全部贴满了符络 又大声骂了几句 这样才顺回一条气 走到二楼 张培锦就半开玩笑地说 师弟 今晚的事 如果被那个郭姑娘知道了 实行会打死她的造情 我尴尬一笑 扭扭头就说 说真的 我都真的不知道什么事 一来到东江市 就有人和我安排分事 之前就是狐妖 借用了郭元旭的名字 后来真的郭元旭出来了 现在又来买个什么方素素 看来呢 我这个宝贝尸弟 生得都不算太丑啊 张培锦 斩住对眼笑着说 怎么样 那这个方素素新老婆 漂亮不漂亮呢 我领领头说 不知道啊 我只是在幅画里面 见过她的样子 漂亮就挺漂亮的 不过我就真的不敢掀开 那块红头巾来看了 因为 只要我不掀开红头巾 仪式就不算完成 也都达不到 模型之中的契约 张培锦笑着说 哎呀 那就可惜了 如果你掀开了的说话 现在 就有三个老婆了 一个人 一只狐狸 再加上一条女尸 我没有离好戏 这样 对张培锦 反了个白眼 这个时候 我们两个 就竟已走到了 身房的门口 二师姐 如果她还在这里的说话 不如由你 来掀开她的红头巾 男的 不可以掀开 根本成女生 应该都没问题 我实在太想知道 这个女尸的样貌 是不是真的跟幅画里面的一样 与芳满情是同一个没有刻出来的感 张培锦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把手放在门把上边 一声 很轻松就推开了 房间内的摆设依然还是这样 只是床上边就不见了个新娘子 我们两个走到床隔离 这个时候 一切都已经恢复正常 床单上边 连一丝的咒接都没有 张培锦就拿出一张龙虎山的镇尸符 摆足的架势说 方素素 你困在人间百年至有冤屈 但你千不该万不该 都不应该前上我私底 我请你现在速速现身相见 说明完毁 我私底他扎心人口 自然能够助你脱离苦海 现在我开始数十声 再不出来的说话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本集经已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安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 第八十章 又见红桥 张培锦应气不露 已经隐隐展露出大宗司的气牌 我心想 你这样杀气腾腾踩上门 我是那条女士都不敢出来 张培锦倒数了十声 然后一搭震尸符就打了出去 震尸符落在红色的床单上面 露出了试试声 这么说明 床上边还有残存的诗气 张培锦既然动手 我也跟上去 右手聚集着好顺厚的顺扬道力 一掌拍在床上 顺扬道力就顺着床单 啵的声 在床的中间 劈开了一道裂口 散发出一股木材特有的香味 张培锦就望了一眼 他说 哼 果然是大富之家 还用了这么上等的蓝木 蓝木的价格很贵 而且要两三百年才能够成材 更何况 一些成年的蓝木 在历史上早就被人斩了 他 用到这么高级的蓝木 来给一条女尸做分床 可以说 是非常奢华了 我揭开一张被 发现下面 是一口开着的大棺材 棺材里头 还有不少符文图案 以及各种诡异的图案 不怪得 那女尸说 在洞房花束完之后 就和我共赴王全 落入在灌木之中 上面的符文 一定会锁住我的云柏 张培锦见没有人理他 把火就又是趴着了 哼 明明还有诗器在 为何都还是不见了 我看了一会儿 又用把客戒 去敲打棺木的底部 发现底部的木板 亦都可以活动 我打开了它 就看到了 来自一楼的亮光 被它走掉了 我有点遗憾 现在阵法解除 道力恢复 再加上 和张佩锦回合 本来是能够捉住这条女尸 张佩锦把两张符纸贴在上面说 那我们就在这里下去吧 我咬下头 两个人就从这个棺材跳下去 轻轻松松地 落到一楼的神桌上面 这个时候 十三个神珠牌已经落到三楼 神桌现在就显得空空荡荡 张佩锦被移动了一下 好激动地喊话 师弟 我敢知道她的施器了 哦 那我们快点追上去吧 张佩锦就快速吹动追踪鼻術 麻衣追踪術 四方野游 八方游运 为我指导 只见她 捏了一张指引符 又注入了一尸的道力 指引符 瞬间烧了起身 一女白燕转了一圈之后 很快速地向外边就冲了出去 我和张佩锦跟着那女白燕冲出一小楼 开始向前面追 哎呀少爷 你出来了 躲在一尾边的古甲道 看到她出回来 很欢喜地走过来 但是她面色发白 看样子都受到了不少惊吓 我来不及跟她解释了 拉住她就向前跑 古甲道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穿红佳衣的人跑出来 是不是向了这个方向走 对啊 刚才我见到了 只是她走出了小楼之后 就有两盏红灯融飘过来 接着一顶红桥就出现在她面前 然后那红佳衣女人 只是犹豫了几秒钟 就掀开了糖脸 坐进去了 什么红桥啊 这次 古甲道没有被糖脸吓到笛尖 而是留在原地 说明她仍然有进步 这阵子 放假宅内灯火通明人声炒杂 看来我和二施者已经暴露了 这样的说话 也没有必要再掩饰下去 反正要和方千川对责 挤烂面就挤烂面 我也不用再和她客气 而在方家的东南面 院长没有任何破坏的痕迹 看来 这顶红桥能够很轻易地翻越 少爷 你们两个 踩着我肩膀过去吧 古甲道很色彩 整个人躲在墙上 微微地抬起了肩膀 我和张佩锦就踩着古甲道的身 纵身一跳 就跳到了花园的外边 张佩锦控制的那一团白气 在十米开外就等着我们 又追了几分钟 就来到了东江边 江面之上 多了一条由陰气铺成的道路 我吹动纯阳道灵 开了天眼 看到两只灰吾的灵体 正在抬顶红桥 以极快的速度 穿越宽阔的东江 客暗示众 显得非常诡异 本集经已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安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 第八十一章 毁灭证据 张佩锦就激得蹲脚地说 哎呀 真是激死人啊 如果不是那条东江 再追多一会儿 我们就追得到的了嘛 早知是这样 我就把重学师傅的同龄带来 哎呀 离远一扔出去 不就扔得中顶桥咯 我也非常失望 这个距离 要追上无心女士 最多都是15分钟 然而 那顶红桥是黑风梨在控制 她的主人是红色妖狐 无心女士落到了妖狐手上 对我来说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二师姐 没事的 我们还是回去找方千川先 我就不信证据确造 她这只死鸡 还可以撑多久 我虽然有一点不甘心 但也知道 跟着下来 还有硬仗要打 张佩锦就松开了握实的拳头 算了 还是够大师姐要紧 无奈之下 我们两个人就折返而去 只是走出两步 我突然收着脚大喝了一声 然后右手就猛然地用尽全力 向空中劈出一掌 一股纯正的道力 顺势就飞向了半空 在空中 发出了一声惨叫 然后就回旋着一把 冷到极致的声音 盲岸 你和我等着来 我一定要抹你的皮 抽你的尖 这一次 那只引力着气息跟踪着我的邋遢 直至都被我一击即中 可惜 如果时间够我凝聚一把 天罡航魔剑的说话 一定会要他魂飞魄散 不过 张佩锦依然是恩喜不宜 他说 好夜师弟 你的境界又是提升了 现在 到了洞原大城的洞原界了 我摇摇头 还差点 忽然 在方家庭院那边 冒出了滚滚的龙烟 应该是那栋小楼烧了起身 滚滚的黑烟直冲上云霄 我叫了声闭 和张佩锦两个人很快速地回去放假 火烧得很快 好在这栋小楼是独栋的建筑并没有蔓延开来 大火一烧 小楼上空笼罩着的浓郁音气 瞬间就消散得干干净净 空气之中 离慢着一股淡淡的香味 是名贵木材焚烧而散发出来的味道 张佩锦就看着我说 长火都烧得很QK 我摇摇头 肯定是我们追出去之后 放千穿就察觉得到我们一小楼搞事 于是就毁尸灭跡 这一阵 古甲道就小小声地说 放千穿他来了 我另过身 迎面就见到放千穿 在他旁边 还站着太阅门的李静江 李静江一看到我 即时想走 但是我就看着他 他唯有作罢 客客气气地对我笑了一下 放千穿就黑起面说 孟大师 你夜闯我方家池塘 还蓄意中火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方某人是好下的 你这样是非法闯入 我要报警的了 都还未等我开口 张佩锦就抢先话 方先生 我师弟是我找回来的 你一栋小楼在这儿奇妮古怪 明显对我师姐不利 你的诡计 已经被我识破了 方前穿就面不改识 冷冷地回应说 乱说二十四 我家的池塘 可以有什么诡计 都是你们啊 在这儿放火笑屋 还恶人先告狀 这个时候 小楼的名火已经泼灭 只是还冒出 些去的龙烟 而该有的证据 早就经意不存在了 我望了眼张佩锦 我们两个都看少了这个方前穿 方先生 你那栋小楼 在三楼有一块生死碑 一面 是我大师姐方晚程的名字 另外一面 就是方大善人 张佩锦他路不可揭 很大声地说 这个时候 我看到 穿着一件黑色风衣的方晚程 站在一边的角落里头 眼神很复杂地 向着我们这边看过来 二师姐 大师姐那边 我打断了张佩锦的说话 这一场得如其来的大火 烧毁了入面所有证据 眼下 张佩锦是这样说方千穿的不是 方晚程是很难以相信的 张佩锦他呕了呕 很快就反应过来 没再说下去了 方晚程就走上前 强忍着怒火地问 这一场火 是你们放的? 张佩锦就说 不是呀大师姐 不是我们放的 是我们追了出去之后 动小楼才自己烧起身 方前串就一披三袖地说 哼 我们方家祠堂之中 有着这么多的长明灯 实是你们在里面翻箱倒柜的时候 不小心推倒了 所以呀 这样才会火足的 这个时候 李政刚就咳了一下 故作正义地说 咳咳 咳咳 方小姐 我们大可以去看监控 我想 孟大师和这个道士 肯定是偷偷地鼠进来的 方晚程听着这么说 目光好皮疑地掃射了一眼骨甲上 然后又看着我 眼神之中充满了失望 师弟呀 你怎么会和这些人在一起的 难道你不记得了吗 前段时间 就是这个仰师的道人 要强取我为妻 还差点累死你和我 大师姐 我不要不记得 只是他现在 已经被我修复了 更何况 古道长他已经改邪归正了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安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 离开 练乔 左边 他 踩出 险